今天 焦耀大鳴 我前天才看完你的書 關於我的書 我是標題 不是說是標題 好 我想要先問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 就是禮拜三這個會晤改成不能個人來 只能是社創團體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之前來討論的事情 本來是想要推廣社創這個想法 但是後來發現說 有一些朋友來談的跟社創已經沒有任何關聯 那這樣的話其實 就比較不適合用這個空間來做 所以 今年大概四月開始 是說 如果你們已經有一個團體 那可以先去登記成社創組織 那至少在登記平台那邊 會先確保說 你們在做的事情 跟我們這十七個人區塊目標有什麼對齊 這樣子來的時候 我們也比較快可以聚焦 因為我之前來看的 之前會想要來是因為 就是有看到說關於青年輔助創業這件事情 對對對 所以意思說 之後是得先自己已經立案成為一個團體 然後才可以再 對對對 但是其實我們對面有一個新創基地 那個比較是青年創業相關的 對那所以就可以去找他們 這樣子 我了解了 因為這邊有好幾個諮詢輔導的服務 那通常我能夠幫忙的通常是關於跨部會的協調啊 或者一些政策的對齊啊等等 那那個可能就跟就是個案的距離稍微遠一點點 對對對 對 工程師的陳 任先前的任少掉仁波 然後選高的選 他叫劉耀學 然後我們兩位都是台北藝術大學西域系畢業的 對我們大概畢業四年還五年了 四年多了 對 然後我今天想要來討論的事情是 就是就是我對於我的未來規劃大概有一個最遠程的目標是 我想要建立一個學校 對這個學校是 其實有一點點像台北藝術大學就是 每一個藝術家或者是每一個創作者 他們已經在自己的那個領域才走到一個尖端 然後接著他們要做的事情是傳承這個這個技法 對但是在這個傳承技法這個同時 其實我比較我更在意的是所謂的心理素質這個東西 我認為當每一個老師在傳承他們的技藝的同時 他們也必須要教導學生 要有一定的思考能力 辯證邏輯這些事情 因為這一件事情是我在台灣的學校教育裡面我沒有得到的 比較欠缺的 對然後我是在讀了台北藝術大學 然後接著自己看書或是幹嘛之後 然後意識到這件事情 我認為只有記憶的傳承對於人類發展來說是不足夠的 對就是這件事情就可以談到說就是 關於你一直在使用科技改變社會協助社會這件事情 對我也一直認為我們應該要做到的是協助社會 然後關於你的書那本裡面有談到說就是 你始終相信人工智慧是不會取代人類智慧的 它是輔助的智慧 對但是我就有一個第一個問題想要問的事情是 因為在也看過人類大歷史了以後就會覺得說 有一個意思會讓我覺得說 這個世界未來會不會事實上是工程師在治理這個世界的社會 這個世界的一個社會 其實很多科幻電影也已經在談論這件事情了 就是對在未來科技裡面也許我們是受到科技那些東西制約住的 就算不是人工智慧在統治人類 但是也有可能這個是一個知識的M型化社會 所以統治了這個coding的技術 它等於說它可以改變世界的規則 沒錯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件事情就讓我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焦慮 就是我不會coding 對我人生目前27年為止我學的東西都不是這個東西 就是說在試算表裡面按一個等於A1加B1都沒有輸入過 對 好的好的 如果Excel的話會啦 Excel的話OK啦 那這樣就是coding啊 對 但是就是我們要如何去抗衡 因為有句話叫做媒體是我們感官的延伸 可是我後來讀完這件事情後我發現的事情是 媒體甚至有可能是我們意志的延伸 它不是只有接受而已 它是我們的意志延伸出去的 所以我們事實上我們現在生活已經一直在接受別人的意志 然後我也不停的把我的意志傳出去 可是到未來會不會有一個社會是 就是我蠻想問你對於未來的世界觀有沒有這樣子的可能是 到最後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說馬斯克他們這樣子的人 那個想要去月球定居的人 對 然後他會創造一個世界是他們以這樣子的科技去統治這個世界 但我並沒有任何 地球的資源掏空讓它被火星使用 對 之類的 感覺就很那種Cyberpunk 對 Cyberpunk 其實也蠻帥的 還蠻想要Cyberpunk一下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並沒有能力去對抗這件事情 我有能力只有我現在所擁有這些東西而已 對 不過我不想先區分一下就是所謂有科技能力 或你說Coder 的 跟所謂Governor就是實際有治理權力 因為這兩個不總是綁在一起 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我們都有戴眼鏡 但是當初做眼鏡打磨這個晶片的廠商 他也許也是非常專業什麼菜詞什麼的 但是他並不能控制我什麼時候戴什麼時候拿下來 那他也不能控制說我今天不喜歡這個邊框 我去旁邊今天畫個邊框 他也不能控制我看一看東西 就要跳出10秒鐘的廣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製造出這樣子的技術物 但是他這個技術物跟我的最佳力 就是我想要看得更清楚是一致的 它是aligned 就是是對齊的 那而且如果壞掉的話 他accountable 就是我總是可以找旁邊的 或者我看一些YouTube影片自己修一修 就可以給出交代來 就是他壞掉的時候 like Electrical 可以用個交代把它貼上去 不需要先去問他的許可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大部分的輔助科技 那他的特色都是說他的運用或者混搭 或者什麼 是那個人或者是那群人自己決定的 而不是技術的製作者決定的 那這個是一個norm 這個是我們所有輔助科技都是這樣 如果也是這樣什麼都是這樣 可是比如說IG廣告就是一個很常見的例子 比如說我今天說我想吃肉桂捲 我的IG廣告就會開始出現肉桂捲 那就有一點像是你的眼睛就開始彈出廣告來 對 那他的alignment就不是對你啊 就是對廣告商啊 因為你沒有付IG錢嘛 是廣告商在付IG錢嘛 是 所以其實廣告商才是顧客 是 那你變成商品 對 對 是反過來的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會通常說那是一種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它不是要assist 它不是要輔助你 它是要對你有某種威權的 這樣載制當然是有一點誇張 但是實際上就是要讓你的行動受它的 或至少感受受它的控制 對 但是透過這個控制又加上 就是一直滑一直滑的那個成因的行為 那到最後它就可以變成說 它這個其實在就是你知道那個code reading啊 就是我一看到某一個人 然後就跟他說 你一定是個很怎麼怎麼樣的人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個我怎麼這麼了解他 但是事實上可能是因為環境裡面的設定啊 暗示啊什麼之類之類 已經讓他有某種感受了 是 所以就是說先manipulate 然後再predict 那就可以產生出一種 就是讓人上癮的這種支配的狀態 對 所以IG的廣告就比較像這個狀況 是 我們要如何對抗這件事情啊 像我就是不換手機嘛 哈哈哈哈 最終我們做到的事情 是 因為比如說像在我的同文 我的那個同文程裡面 大家必須要使用IG 對 因為你如果不使用你就 disconnect 但是你如果繼續使用你就misconnect 你就misconnect 對 misconnect很好 對 對之類的 所以 所以就這件事情 也是我一直想要談論的 關於那個心理素質人的狀態的那個東西 所以我就是會繼續鑽研這件事情 對我用了一陣子IG 那但是都是用電腦 然後最多就是用ipad 然後但是還是隔著鍵盤 所以因為我沒有滑 所以也就沒有上癮的問題 是 那我是有點把它當blog用 對 但是後來發現說也很難做到什麼 就是遲直的對話 主要還是Facebook後來改版把blog的功能也拿掉了 是 所以Facebook跟IG我就都不用了現在 就是偶爾貼一片部落格上去這樣 是 難怪這麼難看到你的訊息 對 那推腿我還是有在放 是 因為在就是我一樣通文成類 就是大家會聽過你的名字 可是他們不知道禮拜三可以來找你 對嘛 對就是 我覺得這個資訊 資訊不對的話 也是因為那個平台的關係 對 比如說我們都沒有人在用Twitter 對 Twitter就是在台灣沒有這麼的 對啊 我在Twitter大部分都在跟日本人聊天 真的 因為日本人用Twitter用得很兇 是 是 OK OK 好 然後 那我想要繼續談的是 我在今年就是 我記得那封信過來 我說我們叫做舞者 就是那個 舞口舞 對 是因為我大概從前年開始我才學跳舞 這是一個創作理念的東西 對 沒問題 對 他是我從前年才開始認真學跳舞 然後學跳舞這件事情 純粹是因為我一直想要跳舞 然後我感到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很快樂 嗯 可是以前在學校的時候如果 就是 你知道我們學校是一個 非常有才華的一個世界 對 所以你在 你在那個學校裡面 當你就是隨意動身體的時候 大家會對你感到驚訝 會就是 欸你在幹嘛 你在開玩笑嗎 之類 因此你會對自己有一個不認同 所以 你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但我反而在離開那個地方了以後 我去選擇了我想要做這一件事情 對 好 有 湯汁 好 對 然後 對 我怕我摸到我可以 請 謝謝 好 所以因此我去做了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也因為一些人的 inspiration 所以我就找了 一群人 他們是有很會跳舞的人 跟不會跳舞想要跳舞的人 對 然後 我找他們做一個一年的創作計畫 對 然後但這件事情呢 事實上我想要談論的 可能也不只是在只有跳舞本身 就是我 我有在YouTube上看到過一些片段 你說我嗎 對 如果用你的名字的話 真的嗎 對 Oh my God 像自己有沒有好好講話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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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都還有著名那個 對 對對對 那 好 我可以推薦你看 就是我講的舞者說的部分 好 對 這個 對 之後再 OK 你竟然有看 我有做功課 哇 腦爆 好 OK 對 所以這群人 我把他們稱為 像我這樣跳舞的人 就是舞者 像我這樣跳舞的人 或者像我一樣的人 那最終我從 跟他們談論裡面 找到一個更 更貼近的事情 就是像我這樣子先進的人 對 就是不停的在自己 想要去做的那個領域 然後不在意別人怎麼說 你的那個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 我找了他們做一整年的創作計畫 是完全沒有配的 OK 對 就是他們 真的很好 就是窮困潦倒的創作者 還願意跟我一起這樣做 對 然後 我們每個禮拜見面一次 然後不管是練習排戲跳舞 然後 我的設定是我們整個台北市 都是我們的舞台 所以我們事實上沒有排練場 我們在公園 我們在我家 我們在戶外做排練 對 然後我希望到最後會有一個 大型的沉浸式體驗 嗯 對對對 就是有點這樣子的想法 嗯 然後 當然這件事情 也有一點點 連結到我未來想要做的 那個學校的概念 是因為 我把這一群人拉進來 但是我跟他們排練的方式 是我跟他們限定說 我每週或者是一定的日子 我都要找你們散步 個人的散步 因為我發現 就像 尼采或盧索他們說的 就是 散步是一個使人的思想 非常親民的一種方式 所以是一對一 對 是一對一的 所以我一直在跟他們談論一些事 就是 也不一定每次都很嚴肅 我甚至找人去 那個五分府買衣服 但最後他跟我說了一些 很深刻的一些 所以其實每次都還是很嚴肅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開始最後都會很嚴肅 有可能是個人特質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對 這件事情 就讓我感到很有趣的是 我後來決定設定 舞者說今年的主題 叫做monster 就是 怪物那個monster 因為 因為 在一些狀態裡面 我曾經看過一些 比如說 解禮精人格障礙的人 他們會說 他內在有一隻怪獸 他沒有辦法去控制他 對 已經長得這麼大 對已經長那麼大 或者是對於憂鬱症患者 就是 我前年有 就是有 有被測過 有憂鬱症 我後來有吃藥一個禮拜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 使用自己的方法 解決掉他 對 但是 我就是在在意這件事情 是我們真的應該要把那個monster 跟自己分得這麼開嗎 就是 我始終 我後來發現的事情是monster 就是你自己本身 如果你跟他 拉出太大的一個距離 我當然認為那個界定是好的 但是當你跟他分出一個很大距離的時候 你會認為那件事情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而這會產生某一種思想惰性 對 他會有一個懶惰是 我沒有辦法控制他 但事實上那個東西是你自己 所以是你不願意去控制一致 當然我不會隨便對人都說這麼嚴厲的話 還是會有點像武衷先批判 批判牛育症患者 只要勇敢的變成怪獸 就不用跟怪獸戰鬥 當年臨場怎麼沒有想到呢 因為他變超人 因為他選擇變超人 超人就是要跟怪獸戰鬥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 我在跟他們做的這件事情是 同時也在訓練他們的mental health 對 就是 有一點 這樣講起來好像有點知識甚高 但我也是 我一直在想 就是那個 《被討厭勇戲》裡面說的 那個水平式的思考 模式到底要怎麼做到 當你是一個 你決定要去給予 或者你決定去貢獻 或教育的那一個人的時候 你事實上 有一點點難 一直做到那個水平式的思考 對 我講會不會人太多 不會很清楚 很清楚 好 然後我同時也想要問的 我也想問那個 世界史的結構 非常難度 就是 我沒有那個 這麼多的康德 他就比較雜 對 需要比較雜的知識 但我想問的是 在那個 他的第一方案 那個交換模式的第一方案 對 跟 那個阿德勒的那個 對社會貢獻 社會共同體的 那概念是一樣的嗎 不完全一樣 其實 社會共同體 比較像所謂的A方案 其實 後來我也想到一個很好記的方法 就是說 A方案是 你認識的人 五條件的互衝 對 那個就是 如果要用網譽的話 可能就是 就是 你所熟悉的這一群群體 裡面的人 有點像家庭 或一個大家庭這樣子 對 那 那 B方案當然就是 .com 就是掠奪重新分配 那 C方案是.com 就是有錢就跟你交換 但是還是要有對價 那 D方案就是 可能.net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聯商任何人 這樣子 所以他跟.net.org的差別 就是那個邊界 好難喔 還有想很多耶 還有想很深 OK OK 懂了 那關於我剛剛說的那個水平式思考這件事情 覺得這件事情是有可能一直做到的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隨時隨地都做到 因為那個是一個狀態 而且也不是只有你的狀態 也要看對方的狀態 也就是說 如果是你一對一兩個人在散步的時候 那其實是準備好兩個人的狀態 然後讓那種狀態進入這兩個人中間 而不是任何一方就是 單方面的做就可以所謂做到的 是 所以我覺得那是relational 所以我覺得能夠做的是什麼 是確保在那個precondition 就是 怎麼講 就是那個召喚症畫出來 但是他到底會不會召喚到 是另外一回期 但是你可以確保說 可以確保說雙方是在準備好的狀態 那準備好的狀態 那如果有的時候能夠進入那個情況 那就很好 那要是不行的話 至少是不會for close 就是不會 預先杜絕了那種情況出現的情形 了解 等一下我動一下 好動了 好 接下來要問的問題是 剛好前天滑IG 好有被滑IG的人 滑IG看到蔡康勇寫的 他說 貧窮的確限制了我們想像 但是 有些人在 有點錢了以後 反而不敢想像 對 這件事情就是 影響我很多 就是因為我現在是 有想像 但是的確貧窮 而被限制想像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 進入到那個 有一點錢的狀態 然後 因為我想要談這件事情是 就我個人而言 就是我只要能夠養活我自己 我吃了飽睡了好 然後我能夠做我自己喜歡的事 所以我復活期想要去 去跳我的學費 我就爽了 但是呢 就是我今年 就是拿了石頭砸自己的腳 就是我做了五折鎖這件事情 然後我找了這十個人 沒有拿任何配 做一年的計畫 我自己心妹有一個 過不去的地方 說我最終一定要給他們配 所以我有一點點想要把它轉 轉成 所謂的社會企業 你要找到一個產品或服務 對 但這件事情讓我感到非常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因為 我沒有學過所謂的商品化 這件事情 就是 怎麼辦 那通常這種時候 就要找一個co-founder 就找一個對商品化有興趣的 了解 我其實一開始在對於這件事情的模式 是有一個想法 是因為 你有在劇場看過演出嗎 你有在進劇場看演出嗎 當然 我們所謂在劇場的操作模式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是 我們的票房不可能打拚我們的收入 對我們一定會需要正負補助 或是欠贊助這些東西 但我個人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荒謬 因為 就是 我覺得 劇場人應該要自己找到一個商業模式 不管你是像Brawway那種商業模式 還是你自己能夠 比如說你自產出了很多周邊商品 最常見的 就是大家很愛做周邊的商品 這件事情 對 或者是現在所做的網紅經濟 這件事情 所以我有一點點開始要求 劇場說的各位就是 開始把自己經營成像網紅 這樣子的類型 因為就是 我事實上不太喜歡網紅這個字 我比較喜歡英文裡面講一副的 answer 對 就是因為你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我希望大家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去執行這件事情 並且他們也可以帶領觀眾去來看戲 OK 對 但我不確定這件事情就是 到底是不是對的 到底是不是對的 你是說 有看到有人這樣做過 但是 對 我不確定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成功 對 我不確定他到底是一個好的 因為像有一些網紅拍 好比像說像Ghost Writer這種節目 但那個節目是在一個 Sand-up comedy的地方拍的 所以看著這個節目 自然就會知道說 有這樣子一個表演的空間等等 我只是試著理解你剛剛講的那個邏輯 所以意思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對 那現在確實有人這樣操作 所以你覺得 就是從你的角度來看 這樣有什麼問題 先不講什麼 只要再練阿姨 一是不確定他們到底會不會紅 就是這件事情好像需要 也是需要一個操作團隊去做的事情 當然 對 我也想問的是就是 來找你的那群 就是想要做社會企業的人 他們是一開始就 比如說他們先有一個concept 大部分他們都是有一個concept 對 然後他們如何去 真的把這些 比如說行動圖書 不是 衣服圖書館 對 這件事情他到底怎麼獲利 其實我還是沒看出來 其實他們一開始 如果是靠群木 或者是 就是重包 就是大家要嘛出錢要嘛出力的話 其實他們不需要獲利 因為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 魚氣拿石頭搭自己的腳 不如做一鍋石頭湯的那種想法 就是 如果這個idea不錯 那他可以把它甚至研發成本都會破壞掉 那就是 就一個團嘛 那大家願意來 那如果其實沒有那麼多人來 可能保持這個主意就不好而已 那就應該要趕快走轉 嗯 但是就是不是靠自己來吸收那個成本 嗯 了解 所以 社會企業最 最大目標還是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把社會部門組織起來嘛 讓大家養成新的習慣 讓大家做新的 用新的看法 來看社會的關係 跟環境的關係 嗯 那就是所謂的它的theory of change嘛 改變理論 嗯 那至於 它的服務或者商品都是 為了達成這個使命而做的一些手段 嗯 這樣子 那但是 就是如果一開始那個 就是社會或者是環境的那個purpose 足夠有說服力 那其實 在這中間的必要的開支 大概都可以靠 像剛剛講的群木中包等等的方法 嗯 來外部化掉 嗯 那這個是在台灣比較特別的 因為台灣人比較願意為了風風的利益 嗯 去出錢處理 哦真的喔 是 嗯 哦 就是 在我的 藝術領域而言 就會發現 大家可能會對公共利益有興趣 但可能對 藝術不會有興趣 這件事情是讓我 感到 就是最難去做的事 嗯 對比如說 我媽媽 我媽媽自己在南投有 他是做做弱勢主權陪錄班 嗯 對啊 對 那他要得到 他要募款就 他要募款就容易很多 他只需要就是 對 講清楚他在做什麼 對 就可以 但像我們做藝術 表演藝術的人 或者做創作的人 不要說藝術要做創作的人 你就算把你自己的概念掌清楚了 大家也會 那指風車不算表意嗎 指風車算表意 對啊 對但是 欸 指風車你熟嗎 他們演給很多小孩看 是啊 這是一種回讀的概念 他們是 對就是他們有選定一個對著DA的問題 對啊 那或者像輕易蒙做那個飛行少年嗎 就是 曾經有比較侮辱企圖的少年 但是 透過戲劇讓他重新找到跟社會連結的方法 是 那這個也是一個DA 嗯 那這時候其實 做社創 大概就是 你需要一句話講清楚 社會會怎麼樣 因為你做更好 嗯 那像輕易蒙也好 指風車一樣 因為他一句話講得很清楚 所以就比較容易找到資源 嗯 嗯 了解 那這件事情 如果 他是一個更抽象的TA的話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他是 他比如說他的那個所謂的一句話 他寫的是 嗯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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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的是 覺得自己心靈不完整的人 嗯 想要讓你心靈變更好 那這時候就有很 對啊 那就像一張兩千塊大槽嘛 對 他可以換色成一些 灰色地帶就是說 為什麼 我 我所謂的 可以讓你心靈更富足的 對 的 價值觀是更好的 就是怎麼會有這個 所謂的好跟不好的區別 所以這種情況下就 比較難以去 嗯 讓 讓 讓人真的被說服 或是說 很容易會覺得 你是一個 我們是從一個比較高的角度去 想要提升 對不對 因為這他跟之前跟我聊過 就是說 人的科技始終在進步 但是 心智好像沒有太大的進步 嗯 對 我的進步的話如果 可能具體一點 可能譬如說 兩千年後 我們可能沒有嫉妒這種情緒 那這或許是一種 心智的進步 對對對 但是我們好像 像他之前跟我講 就是我們始終 人類的進步 都是體現在科技上面 嗯 兩千年前我們沒有錄音幣 這樣子 兩千年後我們有 然後就是 我們讓我們的生活變得很方便 就是有車子 有Google行事例 就是各種 有計算機 嗯 那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提升心靈 是沒有太大的 嗯 太大的 我自己覺得沒有太大的 你說反而有害嘛 對 好比想說照明太強了 晚上睡不好 這是兩個問題 這是 我剛剛有點講遠了 我剛剛有點講遠 這是兩個問題 就是 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如果 他今天是想要 做成一個 一個社會團體 這個團體是 就是 比較想要提升這種 抽象的 心靈的話 嗯 就是會變成 至於 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到底 為什麼我覺得這樣子的價值觀 是好 就好 對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是 可是台灣的話 本來就已經有很多 呃 就是 他不像說 法庫山 的系統 那他是從 很淺白的就是 呃 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放下他 到非常的 儀式性的 每年要裝個鐘嘛 裝個百零八下 那 到禪七啊 到這個 等等 就是他是有一套 很完整的氣息 那所以他可以 使各種各樣的方式 來去 呃 做到 作為心靈環保 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方向 那當然這個又跟 甚至就會變宗教系統 對 Exactly 就是說他是 呃 你要先認同他 後面的這一套思想 不一定宗教 但是信仰啦 就某一套信仰 那你順著那個信仰去 去做嘛 嗯 那當然也有一些 新興的信仰 那只是說 他不一定有宗教化 那但是 還是信仰系統 對 那大家對信仰系統 是很容易理解的嘛 我這邊之前也有 像說鼓勵大家要 湊點錢 蓋一個 給外星人的大使館 這樣那個 就雷爾運動 這樣外星人的肥蝶才會 就是不是 國際觀而要 新機觀 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後來我也覺得 跟他學到很多 就是 呃 我後來打招呼都是 Live long and prosper 就算是一個超 超乎國界的 一個想法 就人類共同體 就是他 信仰信仰我覺得也不錯 那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 呃 大家在定位上 就比較不會往 社會企業的角度去定位他 是 他可能就是信仰系統 嗯 那但是當然也有很成功嘛 這兩個結合的 好比像說大愛感恩 那他們就是慈濟系統 可是他做的是很紮實的 呃 回收用塑膠 呃 或什麼別的回收 再去做眼鏡啊 再去做機能性布料啊 嗯 等等 那這個部分 你可能賣的時候不知道它是慈濟系統 嗯 百分之百共股的公司 那但是因為他品質不錯 所以他就可以 呃 去推動這些回收料 呃 呃 就是賣的反而比一開始的 第一次消費還要更貴 的這樣的做法 那他再用這個錢去呃 就是發展四季 這樣 那所以這是 滿成功的一種結合的方法 這樣 我不是說你不要當教主什麼的 是是是是 因為我的確有跟大家說過 如果我真的要做這件事 我真的太容易創一個邪教 對啊 哈哈哈 為什麼要邪教 為什麼不創個正教 哈哈哈 那個邪律可以控制 哈哈哈 好像是也可以當一個Guru OK 邪律可以控制 哦 這是你的建議跟看法嗎 對就是說 如果你呃 覺得說你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理念 比較抽象 嗯 那一個方式是你先把它換算成一些零錢嘛 就是讓大家先體驗到 嗯 某些比較容易學 但是不一定是很整體的系統 嗯 有一些呃 對心靈上立刻就有幫助的部分 嗯 那這個就是一般所謂的教育工作 嗯 那但是如果你覺得說 沒有你要有一個整體型才才才才完整 嗯 那那這樣就是信仰系統 嗯 那就不一定要換算成就是教育工作 就是不一定要說 那我要開個學校 嗯 那說不定就是說 就是我要開一個 嗯 就是彩修班啊 什麼是能修行 嗯 這樣 了解 好 好 你自己有在什麼信仰系統裡工作過 我以前是教會 我以前是紀錄徒 以前 以前 就是 Long time ago 對 對 小時候的確有想過要當牧師啊 什麼之類的 對 對 但後來就是我就沒有再去教會了 因為我不太喜歡教會的 哇 這個恐怖事情應該很可怕 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私聊 私聊 歡迎傳私訊 對就是總之我後來就離開教會系統 是 對 但是我依舊是始終有自己的信仰的人 就是我依舊會跟所謂的上帝 宇宙說話 對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也的確協助了我很多 就是將自己的 就是我認為將上帝宇宙化這件事情 對 就是不要把它當作只是一個這樣子的個體 而是一個更開放的那個狀態 他寫這個思考模式打開了我很多的想法 對 嗯 你是有信仰的人嗎 嗯 我相信信仰 嗯 你是有自己的一套 沒有就是相信信仰 你說 我覺得信仰就好了 就是我沒有要信什麼 我就在信仰的狀態就好 我相信這個狀態 好 那你相信那個 譬如說信理法則 就是說我相信 你只要相信信理法則就會成真 就我相信信仰這件事本性 喔 有些事情就是說 不相信心想事成的人 然後呢事情真的不成的時候 他就會說你看吧 對 就不會信仰 那其實他就心想事成 對 因為他覺得事情不會成 就是他心想事不成 對對對 他本身就是一個心想事不成 我相信說那些相信飛天義大利麵的 只要他信仰夠虔誠 飛天義大利麵就會給他一例 所以其實跟你剛剛的講法也有一點像 了解 了解 好 OK 我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 我覺得你可以 好 我幹嘛管你 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 沒有我蠻好奇 我發現我們應該還有一點時間 對 還有一點時間 學校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發展的話 因為具體上來說 因為我覺得任何的事情 初衷應該都是蠻理想的 但是他要規模化之後應該就是 會 我在想這是不是根本上 人類就是太多人了 什麼共產主義可能 什麼當初怎樣 然後資本主義可能當初也是好 那什麼可能 北利大如果只是一個 三百人版的話可能 他也不會變成一個 必須 比較大班制 然後比較 直接傳授實質記憶 而不是 沒有辦法印才性 對 我有時候想這是不是根本上 人數問題而已 對啊 也有很多理念學校 是很刻意把那個學生人數 就是縮減 這樣 這個東西 你應該 理想上 最近很紅的詞 是叫做區塊鏈 就是去中心化 就是 在想像上 如果你 這個學校他 比較理想的話 應該他不會是一個中心化的學校 是 他應該每個人 在彼此的專業上 他等於自成一個小學校 然後他是一個 互相交流的 一個 但他不會有一個實質的地方 或是一個 這個好像在你的那本書裡面有看到 但我忘記到什麼 M開頭的一個 就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學校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對 我說Minerva 是那個意思嗎 對 他講的東西是那個意思 對 Minerva就是他把學生都帶到某個城市 但是不會聚集在特定的地方 他們主要的學習圈都是靠一個軟體 叫FORM 就是在線上大家視訊的一個軟體 那他們學到什麼就彼此分享 但是主要還是解決具體的問題 或者是做具體的專案 是 作為PBL 好 那你提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哇 這件事情其實有點黑暗 就是 網路上曾經有人問過 就是大家說 你是上腦子派的人嗎 對 然後我就會 我遇到這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想一下 因為 偶爾 真的很偶爾會覺得 太多人的確帶來太大的麻煩 或者是 會想要去到 譬如說 希特勒的精英種族子的那個狀態 對 即便說 我說 想要做教育這件事情 但 在很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的 難以成就 然後有一個快速的方法 就是按Enter鍵 然後大家就這樣消失 是是是 對 對 但是有點那個 仇奔主義吧 嗯 算是 就是你總是 內在會 偶爾會出現這些事情 就很正常 哦 對啊 你怎麼看這件事 你就覺得 所以所謂的厭世 這個只有兩個方向 嗯 就是自己跑掉 或者是把別人都消滅 嗯 但這兩個是同一個 當你出現這樣的想法 你會怎麼去 跟自己溝通 我會喝一杯熱茶 聽音樂 對 聽音樂 對 書上也有講 好 真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 你會讓自己不認同 那個想法 不是 而是說實際上我做不到 嗯 哦 就是要reality check 就是 現實上面是做不到的 嗯 那一直想一個現實上 做不到的事情 那 別的 比較可行的想法 就會被排擠 就沒有時間想 可是希特勒做到了 沒有啊 啊 好啦 他真的沒做到 他真的沒做到 我只能說服自己說 我其實還是遇到很多人 比我聰明 所以 永遠都才來著 永遠是想來被點 沒有 沒有 但我覺得會有這種感受 其實就是 可能你的心靈 或者是 嗯 就是你的情感 在說 我受夠跟別人相處這件事了 我需要一點 自己的空間 等等 他看作一個訊號就好 嗯 嗯 但是就是說那個訊號 不是 就是taking it literally 不是說他 怎麼怎麼講你就要怎麼樣去做 嗯 就就這樣子 嗯 就好像說那個 我不知道 倒熱色車子 是放少女的祈禱 那只是要你下去倒熱色的意思 不是真的要你祈禱的意思 對不起開心樣子玩笑 哈哈哈哈 對 對 就自己下去倒一下臉色 對 哦 耶 懂了 懂了 然後我覺得你剛剛說那個去中心化的學校是 這個世界是不是到後來一定要去中心化 嗯 應該是說如果 嗯 某件事情過度集中的這個集中的道理 開始越來越了解了 嗯 那就大家都會覺得他不如我自己來弄 嗯 所以要保持中心化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說他中心化的這個道理 一直不讓旁邊的人了解 那另外一個是說 就算大家都了解 但是覺得這個中心 給出交代 以及是讓大家都能夠二次創造的這個能力 一直都保持著 那這個時候就暫時統一他當那個中心 嗯 那後面是當然比較理想的狀態 那前面是 就所謂威權主義或甚至法西斯的狀態 其實就是那個狀態 嗯 嗯 嗯 對 我比較好奇的 但是這個也是題外話 比較是想要知道你的價值觀 對 就是說 這種 中心化跟我剛剛 就是我會聯想到的就是 我覺得以後其實是知識的M型化設備 那這個知識它其實狹義上就是 關於科技上的知識 對 就是比如說 就算 就算以後 這個電腦的程式的教育變得更完善 然後是一個醫務教育的話 它還是會有一個知識上的落差 然後這等於是 比如說在這個Coding技術的PR值99.9的人 他們可能發明出了 像iPhone或是什麼 我們就會很依賴這個硬體或是軟體之類的東西 的情況下呢 我覺得它仍然是某種中心化 當然 對對對 然後 但是我要問的這個先擺一遍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蠻無欠的 所以為什麼我手機都用Android 或者Nokia 就是我們用這個硬體我們同時也跟它的那個軟體規則都綁在一起 對 我們的生活習慣一定就是被那個所謂的Coding的人制約了 對對對 但是Android或者我Nokia用的是那個叫做KaiOS 那個就是它拋棄掉一些著作財產權 所以你拿去改或者拿去摸改 是開放原始嗎 都不會被告這樣 開放原始嗎 對 我想要問的比較是 我剛剛關於說我 我意識到 應該說它先意識到 就是說我們人類在這個進化的 進步的這個過程中 就是人類歷史走來 似乎在那個工具上面進步了很多 對但是在心靈上面好像不太能知道具體上有哪些進步 對我們可能儒家思想有一直傳承下去 但是我們也沒有傳承了2000年 我們就真的是 嗯 比如說我們一出生就很儒家之類的 都是總是還是要經過後天教育 嗯 嗯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嗯 這個問題關於你會 有沒有什麼對於未來在心智上的想像 或是說這個科技 它 未來它 可能會用什麼形式上去提升 心靈的 也提升心靈的成長 不再只是工具而已 嗯 等一下 那我順便問你是你是偽物論還是偽心論 嗯 我都可以 你都可以 我覺得是兩個是同一回事 所以就是宿途同歸這樣 對啊 對啊 就像如果要問我說 這個到底相不相信轉世 還是什麼 相信什麼 什麼 什麼 偽我論什麼之類的 那我就會說 沒有啊 就是我們都是彼此的轉世之類 我是很擅長這種 把它綜合一下 然後卻沒一邊站 對 那anyway 回來本來的這個題目 其實這非常好的題目 因為我們在所謂發展 所謂進步的定義上面幾乎 就是在說 比較顯熟的用某些工具的 我們把它定義為進步的 那比較不顯熟運用那些工具 我們把它定義為落後的 那從文字作為一種工具 或作為一種工具的時候 開始算就已經都是這樣子了 所以你那個問題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因為進步與否是用你跟工具的關係來定義的 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來定義的 但是那個是 不是唯一定義進步的方法 你也可以把進步定義成是 大家感受到滿足感 感受到快樂 那或者是說 你可以定義進步就是 往後代存錢 而不是從後代詐取 你也可以這樣定義 對 但是在進步還定義成 就是選手運用工具的情況下 這個問題可以說是無解的 因為它一定會出現一個 零和的狀況 就是我從後代提款 我從我自己心裡的 滿足的感受來提款 我讓自己變得焦慮 而且犧牲掉後代子孫 去換我對工具的選手度 比起其他人在我的當代來講 要來的好 但是如果我們不把方向轉換成熟 沒有我只是創造一些工具跟零件 讓我一代兩代七代之後的子孫 都可以任意的使用 我也不管他們怎麼使用 那我確保說 我這個一天不要用超過地球 平均產生出來給每一個人的 那個物質的量 能資源的量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才定義是進步的話 那它自然就會跟剛剛講的 那個心靈的成長 開始趨於一致 因為我不需要去拿我自己的心靈 或者我後代的人的心靈去換 但是當你是前面 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個相對個體比較上 這幾乎按照定義 它就是榨取式的 就會去拿這個東西換 那縱使有少數人說我不玩了 但是這套機器本身 還是會一直外部化到當代的其他人 跟外部化到後代上面 所以是sustainability的概念 對 對對對 這什麼 你講什麼 永續建議 就是永續的概念 對 這中間應該會有一個過渡吧 我常常會覺得 我們這一代是不是 好像就必須要去 擔任那個所謂幫助這個過渡化的角色 我覺得可能是啊 對啊 因為像之前你剛剛講儒家 很多講所謂孝道什麼 是你是不是一個良好的子孫嗎 對的這種概念 對 那但是我剛剛講sustainability 有點怕翻過來看 就是你要不要當一個良好的祖先 就是說你的子孫會覺得 你在幫他們創造更好的事情 還是這個祖先很自私 所以為了自己PR指什麼東西 所以去把後代的 不管是心靈上還是環境上面的狀況破壞掉 對 了解 真的很想要有一天 可以出現一種科技 是可以像Lucy一樣 就是 它會變成一個USB 它擁有很龐大量的知識量 然後在人一出生的時候 就可以插到腦袋裡 那我們就可以消除掉很多 無知的事 在此你現在要左右首歌打來台電腦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記得 雖然我也是會 對 我有類似的想法 就是 雖然到底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我還是會覺得這個界定很危險 但是譬如說 比如說仇恨 或是忌妒 就是這些被我們 普遍定義成比較負面的情緒 如果它從我們的 它可以從我們的 出生的那一刻就抹除 那 是不是 這真的是所謂的心理成長 那 不管它是透過 透過 透過比較超自然的方式 一代一代 這樣子淺移默化 然後到某一代 真的出生之後 就沒有了 或是說 這是透過教育 讓我們在出生 在教育 受教育的環境中 不會成長這些情緒 助長這些情緒 競爭這些情緒 或是說 更 更 極端一點就是 我們的科技可以直接 在我們出生的時候 像打那個 牛鬥疫苗一樣 我們直接抹除了這個情緒 對我來說 好像都是 就是我 因為我會提出剛剛那個 USB的概念是因為 我想到 我先從我對於善惡 善惡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定義來說 就是我覺得它 回到拉丁文的那個 有效的跟無效的 善是有效的 二字無效的 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重新來看 這個所謂善惡定義 對我來說 事實上 惡是ignorance 就是五字的狀態 所以我才認為 事實上我們需要的是更龐大的知識量 而且認定這些知識量是你很好使用的工具 然後因此你擁有這一大系列知識量的時候 你就可以斷定哪一些東西 可以在這個狀態下成為有效的 你不會去做一些無效的事 你明白我意思嗎 我明白啊 我只是在想 不知道 不知道你對於未來科技的走向會是 你覺得是怎麼樣 我現在是覺得說 我們講到科技都想到自然科學跟工業應用的技術 對對對 像iPhone是很好的例子 對 但是其實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那剛才講到的就是 一些生起一些心裡的不舒服的這些情緒的時候 怎麼樣子去 不知道泡杯茶聽點音樂 那個也是一種技術啊 那連隔來講 像一群人一起怎麼樣 彼此之間不要有這些仇恨的情緒 又可以一起討論出一些什麼 像飛豹力溝通 或者是所謂的開放空間技術 Open Space Technology 那它名字就叫技術 但其實它是社會技術 並不是工業技術 對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 大家對科技的看法可能可以拓展 那就像剛剛講所謂的進步 可以稍微拉回來一點 就是不是對個體的 而是對期待後的群體的 那也可以說是進步 事實上可能這樣講進步 大家還比較容易聽得懂 因為不然的話 你是被排在後面的 那就是幾乎就是沒有辦法 在個體的競爭裡面的那個進步裡面 去同意這個論點 所以說不定同意的人還更多 同樣道理 如果科技只是說是自然科學跟工業技術的話 那沒有進入這個世界 或這個邏輯的人 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是不是被科技所拋棄 但是如果我們強調說 有點像最近有一個美學 叫做Solar Punk 那它就是把Cyberpunk裡面很黑暗的部分 那說沒有我們就要來發展這些社會科學 這些大家彼此共產共好的技術 那就是到處都會是太陽能彈跟花園跟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往好處看的這個 往好處看的Punk 對Solar Punk 所以它還是Punk 就是說它還是要挑戰機油的體質 但是它是Solar 就是充滿正能量的這樣 欣欣向榮的 對 所以我覺得至少在美學上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拓展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人說 Steam可以變成Steam 那就是把Art加到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s的學習領域裡 就是因為是強調裡面的創造力的部分 那這一點上就跟Art就最像 而不是強調裡面就是好像群威老具的部分 那Discipline的部分 那那一部分當然跟Art有一點關係沒有 對 所以我覺得大概都是往這個方向導向的話 那科技就會變成比較平衡的 這段覺得要回去再看一下錄音 好 可以0.75被播放 這是你要做學校的方向 是 了解 謝謝老師 沒問題 謝謝 謝謝你 其實我今天來對談其實要怎麼講 我有一點點都知道這些事情的答案大概長什麼樣子 只是會需要來一個double check 或者是感受一下這個能量 對 真的 腦波 對 然後 我的確就覺得說 如果我真的要做那個學校事實上 我的確會以一個非常小的方式開始 就是 大不了就是自己先開課 OK想要最後一題就是 比如說他剛剛講的這些是 他覺得他具體上 或是他將來 他協助世界變更好的方式 對 那我想要問的是 你的話你現在 你覺得 如果是你具體的話 你會怎麼做 讓 不管是科技面也好 或是政策面也好 就是怎麼樣 是 你覺得世界變更好的方式 然後你 你目前怎麼在做 因為我有看到 比如說什麼 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都是 都正在工作 都是4G還是5G 那個是一個人權 我記得這句話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比較好奇 在 在你的領域裡面 你怎麼 你怎麼協助這個世界變更好 是 因為我們是比較 學藝術類的 我們可能就想到的 會是這個方向 我蠻好奇 這個 每個人世界變更好的方式 它能不能融合一層一個 那個 雞湯的大浮游 就是不會是覺得各自好的方式 對 我覺得服用蠻好的 這是一個很棒的比喻 那 我覺得 某一個角度來講 這也是 像永續飯的目標 為什麼這 17個挑那麼漂亮的顏色 那麼漂亮的icon 其實也是在 進行一個信仰系統 永續飯的目標 那我一直覺得就是 可能沒有 沒有教訪的 的一個 的一個 新型宗教 它的最接近教訪的 可能就 聯合國秘書長 像 或者SDS 這個 Jeffrey Sachs 那批人 但是他們雖然制定教育 但是 並沒有去 對抗任何現有的 尤其是一神教 他沒有對抗任何現有的宗教 任何現有的宗教 覺得有爭議的部分 都不會協助 發展目標裡面 所以 它可以說是 全世界所有信仰系統的 交集 就是一些比較偏的寫教 可能沒辦法 但是 比較正規的信仰 主流社會信仰 不管這世界哪個角落 那我們看到這17個 永續飯的目標 就是這些的交集 所以 我的工作 好比像說 像 從小到 像之前提到的 工學團體 小型工學團體 大到像 現有的 國立大學 或私立大學 他們都有高教生跟計劃 但是 高教生跟計劃 就是 他們要求 大學去實際走入社區 然後去跟旁邊的社區 開始產生關聯 那 裡面有一支 就叫USR 大學社會責任 大學社會責任 大學社會責任的意思 就是說 讓這個老師自己想一些 他可以把他的這個研究工作的參與者 不是只是學生 或者他的同事 而是可以把整個社區捲動進來的一個做法 那當時在做這個的時候 主要還是用就是他跟他的社區的關係 那後來我進了行政院之後 就有跟負責大學社會責任的朋友 那現在也是我同事 郭曉航老師 有講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用永續發展目標 去請大學社會責任在編制的時候 就已經要把他能夠對全世界等級的結構性問題怎麼解決 放在他的使命裡面 或者說變成他使命最主要的部分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現在跟旁邊的社區工作 只是為了要解決全世界性的問題的一個初步的階段 我們釋出一些模式 但最後是要扣合到全球的問題一起解決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比較不要有這種 好像是看起來對這個社區好 但是其實是對整個台灣不一定有利 或者對整個台灣看起來有利 但是其實是外部化到外面的地方 那因為如果大家都這樣做 或者加起來就全部彼此抵銷了 所以就是用永續的方式 但是是以跨部門的夥伴關係的方法來做 那就是我目前主要的工作 就是看到一個我碰得到的政策 我就說把他往這個方向調整 那大概就是這樣 消除貧窮怎麼消除貧窮 對 就不是你想的按個研究間那種方法 你怎麼知道我想的 為什麼你已經在我的頭上 對 像我們到Global Goals.org的話 其實他就把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消除貧窮部分拆成非常多個小的片段 所以消除貧窮是一種想事情的方法 但其實他是說在2030年以前 要做到某些非常特定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好比像說 你要先確保說 有社會安全王 好比像說 碰到大的災害 不管是環境還是社會的時候 要有一套就是談回來的方法 這個所謂的韌性 resilience 對 然後要有某些特定的政策制定的方式 那這個政策制定的方式 必須確保說 在尤其是發展中的國家裡面 它有一套所謂的 有點像社會主義核心 有點像我們的憲法增修條文裡面說 很多國家有這個義務來辦全民健保 來確保學習權 尤其是國民教育階段的 要確保通訊權等等等等這些 它會必須名列出來 而不是說 突然之間你要發展經濟那一邊 就可以來搶這個社會這邊的預算 不可以 它必須要很明確地匡定下來 然後 反正有很多具體的做法 如果有空的話可以再來看 好的 好的 那就先這樣囉 謝謝 謝謝 聊天愉快 謝謝 很開心 沒問題 很開心 好的 OK 好 拜拜 記得按讚 分享 訂閱 謝謝 我是他